关注种多主啥菜都会煮 为什么酒店的白鞋鸡皮爽又滑 而你做出来的又老又财呢 今天我教你 首先起锅烧水加姜葱 因为一个鸡不够吃 所以我选择半个作为示范 三黄鸡经过三起三落 在我们酒店来说叫做掉水 目的是为了平衡腹腔内外的一个水温一致 水温的控制一定要保持四开非开的一个状态 切记大火不然你煮出来的鸡就是老的 最小火近25分钟 在这期间我们开始准备蘸料 蘸料有很多种 这期我分享的是一个姜葱油 准备拍姜油和葱花 加适量的盐鸡精胡椒粉进行调味 六成油温进行炝香 然后搅拌均匀就可以了 经过25分钟进煮后捞出头粮 目的是为了鸡皮预冷收缩 这样的话口感会更加的皮爽又滑 而且凉透后砍键更加的美观 不会出现幼稚松散掉皮的一个现象 赶紧收藏起来吧 我们下期再见咯